家里,家里南边院子外面有个大水塘,以及移民水的,水塘在院子围栏三至四米远的地方,这种水塘在风水上讲会不会不好,如何化解呢?请师傅慈悲开示。 在院子里有个水塘是吧? 是的 水塘这个水是死水还是活水了? 这个同学没说,但是说是下雨的时候会移很多雨水 这个死水塘,这个不好的 像你要记住了,任何的死水塘的话都会给你带来阻碍的 所以你们风水学上讲,你的水它本身应该活水,就会给你带来运气,财运 如果死水塘的话,死水一塘啊,财运阻塞啊,这还不懂啊 那请问师傅怎么化解呢? 化解嘛,只有两个办法 如果能够填掉嘛,最好 填不掉嘛,种莲花 种那种荷花 种花因为花是活的嘛 对不对啊 经常换水,然后种花 那就种这种水中莲,这种荷花啦,这种 那就不一样了 要花点精力,种荷花 那这样只要花活了,那么这个水就活了 听得懂吗? 听得懂,听得懂 咱师傅直接开训 这种花开吧 就这样子 看得懂 就这样子 这种花是 就是 你